这两天的北京实在是太热了 动不动又40度 你上海还热 你受得了吗 大家好 我是滚滚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演车官X 我呢 现在是在北京 开头已经说过了 那么想为大家带来什么车型呢 大家看看我的背景 能够猜出它是它什么车呢 那我也卖关子了 我今天来竞赛体验的是一台路虎的 后面已经有那台车出现了 是全新的路虎发现运动版 那么这台车有什么亮点呢 它的外观和那些有哪些新鲜点呢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探秘一下 那么今天的北京在户外呢 实在是太热了 我的手机都快要罢工了 所以对于全新路虎发现运动版的外观 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你能看到它的整体的设计思路 还是跟之前有细微差别的嘛 毕竟也是中期改款了 但是整体还是个简约时尚分的这么一个设计语言 那么在路虎发现运动版中期改款之后 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你能看到它首先在 灯组下方的两侧有个倒风口是给前刹车散热用的 同时它上面还装了一个虎爪的装饰啊 再来看看这个非常经典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杉啊 这个全新的路虎发现运动版也是做了一个改进 所以让它整车走的是一个更加时尚更加具有科技感的这么一个路线啊 那么路虎官方呢也给发现运动版的这种设计思路设计语言呢 叫做新现代豪华主义啊 那么其实发现车系呢 它是始于1989年的 至今也有34年的历史了 再加上今年上海车站的时候 路虎发布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嘛 它拆分了旗下的发现 缆肾以及卫士吧 它们和捷豹一统变成了四个独立的品牌啊 所以说自从独立了以后呢 我觉得路虎发现它的未来也会更加的明朗 毕竟都跟缆肾和卫士那两个经典的大老车系平起平坐了 不是吗 那要说发现运动版车尾有什么记忆点呢 可能以前的发现 就是以前发现的车尾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元素 就是它不是对称的牌照摆放位置 不过我现在看看全新的发现运动版 它的牌照框放正了 不让大家是有强迫症呢 只能接受后车牌放在中间的 还是喜欢一些贴马行空的 就不按常理出牌的这种操作方式 比如说像朱利亚 像什么以前的三菱兰斯尔EVO啊 然后像包括以前的路虎发现 大家怎么看呢 那么路虎发现它最具有标志性的地方呢 或者说它最具有辨识度的地方 那一定是在车身的侧面啊 因为这个C柱这么粗壮 也只有路虎的发现是这样了 粗壮的C柱呢 再加上一个非常经典的Land Rover的一个车标啊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元素 然后同时你看它的腰线上 有一道从前一子版延伸到车尾的这个腰线 也是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我非常喜欢我们今天抽到这台展车 它的一个花瓣造型的轮毂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的 包括像蔚来一梯五旅行版 那个选中的轮毂也好啊 朱利亚的那个花瓣轮毂也好啊 当然像四叶草那种铝合金的轮毂 我都非常喜欢这种造型的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造型的轮毂 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评论区探讨一下 同时你会发现它轮胎的规格也不错 它是23550 20英寸的固特一的轮胎 也是兼顾了公路和一些非铺装道路的行驶吧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全新路虎发现运动版的车内 应该说它的内饰设计还是比较的简约科技的 而且质感也非常的不错 像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展车呢 它是用一个全黑的内饰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它有些素雅了 有点单调嘛 毕竟就只有一个颜色 不过呢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配色 就是琥珀鹤的配色 我看到过呢 别的展车是那个配色的内饰啊 也是质感非常的好 显得非常的豪华的 如果我买这台车的话 我一定会选那个配色 我觉得 再来说说这块 11.4英寸的悬浮式曲面中控屏吧 它内置的也是Incontrol 2.0的系统 也是能OTA升级的 应该说它整个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的 搭载这边也非常的协调 不会显得很突兀啊 同时你能看到 路虎发现运动版 它把整个中控的所有的实体按键全部去掉了 全部集成在了这个车机里面 但好消息是Incontrol 2.0 它整体的操控手感 包括它菜单的逻辑性啊 包括它的一些触控的灵敏性啊 响应的迅速性啊 都是属于是绝对是豪华品牌第一梯队的 也是能跟得上现在这个智能化浪潮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好用的 非常的合适啊 那我现在也是坐到了 全新路虎发现运动版的后排啊 应该说它整体的腿部空间还是很充裕的 有两拳大概 然后同时 我觉得它的坐垫的长度非常的厚实啊 然后也能很好的支撑 承托你的大腿 同时它靠背也是 很软软线线的这种感觉 能让你很舒服的窝在里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加上头顶有个全景天窗 能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星星也会变好 只是在夏天会有点晒啊 不过既然是路虎嘛 那肯定不会像某些新势力就只有一个全景天 我不给你什么物理的遮阳帘是吧 所以这种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看这边 还有两个非常快速的据说是能达到45瓦的Type-C的快充啊 同时就像在右边还有一个捡音器的接头啊 另外我们这台车呢 它也是选装了一个英国之宝的扬声器系统 这套扬声器系统 谁听了谁说好 相信我 我没有夸大其次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欢试驾路虎的 因为它的驾驶的坐姿很高 在马路上你总会感觉到有种高人一点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视野是真的非常的好 那么再来说说它前排有意思的地方 虽然它把所有的实体按键都取消了 但是一些常用的操作 你都可以通过这块中控屏的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都能够找到 不会超过三步的 所以说整体来说 InCtrl 2.0系统还是比较方便的 同时呢 在前排你能看到它有个15瓦的无线充电 如果你觉得这个速度有点慢的话 它在上方还有两个45瓦的Type-C的快充接口 后排有两个 这四个45瓦的Type-C快充口 那也是中国版特供的 同时呢 把这个扶手箱先看 你会发现这里面居然还藏了一个USB 一个Type-C 总体来说还是科技简约有质感啊 所以说还是比较的不错的 再来看看这个路虎嘛 当仁不让的 标志性的 键盘值贼高的那种 四驱系统 全地形系统是吧 然后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什么陡坡缓降啦 什么低速四驱啦 什么这个 什么角度啦 全地形啦 然后什么差速器啦 这种都反正很 看着我就很爽吧 只能说 但是可惜今天是个静态体验 我也期待未来能够试驾到 路虎发现运动版 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起更完整的那种 试驾评测也好 越野体验也好 我还是相当年期待的 那么好了 今天这期验车官NEX就到这边 我是滚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